只有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其实算是比较基本的 就是做一些逻辑判断 那个逻辑判断的话 我想一般我们用的还蛮多 所以有些可能比较简单的 我们大概先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话当然 已开启之后 请各位切到一幅工作表 第一个的话就是 如果我要判断说它是不是及格的话 合格不合格的话 当然这个我想蛮简单的 插入函数嘛 那里面用一幅 最近使用或者是在逻辑函数里面 逻辑函数也有个一幅 反正就这一个 那基本上那个逻辑一幅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是需要 跟我们要三个资料 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呢 就是逻辑判断 那什么判断呢 你就跟他讲说 如果一的这个一二的储存格 假如说是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六十的话 那请你帮我为true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条件为true 那就帮我输出合格两个字 反之的话就输出不合格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就把这个合格两个字输入 但是字的部分的话 前后会双一套 不过因为他这个if函数 会自动帮你加 所以我们就直接输入 合格跟不合格 OK 如果我为true 如果我为false的话 有没有发现 true false 就是开关嘛 其实在 excel里面蛮常出现这个东西 按确定 那合格不合格 他这个比较简单 那可是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我的逻辑不是这样 在旁边多一个 多重 因为刚刚的话 true false是两重逻辑 如果我今天要多重逻辑 什么叫多重呢 就是他的成绩 如果80 100分到80分是A 然后呢 70分到79分是B 60到69是C 不及格是D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可能我要交成绩 但是学校要的不是合格不合格 他要的是ABCD 或现在有时候 小学好像是甲乙丙丁之类的 反正就是一个标准 就不要用成绩 那可是我要怎么样 可以很快的把一个成绩 变成ABCD OK 当然不是叫你用眼睛看 如果用眼睛看的话 当然你的学生如果多的话 那改成绩是一件很累的人的事情 尤其是像大学 每次期末考 最学期要打成绩的话 那真的很花时间 不过还好 因为我会用Excel 所以我觉得打成绩对我来说 并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最麻烦的事情是怕学生一直要求情 本来把它当掉 他会用那个讯息 传FB或怎么样 说老师 你 不要荡我 因为如果荡我的话 我会有生命危险 怎么会这么严重 因为我会被我爸打死 我总不能回他说 你被你爸打死跟我什么事 当然就会有同情他的 然后他就会提一堆理由 什么之类的 虽然他只有差个几分 可是这也是蛮难的 所以有时候我会打成绩的时候 还是 就是 会让他们先确定 没有问题之后 要把人家当掉这些 还是会先公布成绩 然后确认 没有一些错误 我大部分是希望说 那个错误是因为 我可能不小心 有犯了什么错误 打错成绩而造成的 不过理论上 好像大部分都还好 难免 不过难免 我说真的这种成绩 要打成绩 要完全不出错 倒也很困难 所以像我有时候 尽量标准化流程 反正你有多少分 就多少分 我就一个一个一个 反正都方向计算好了 你会有出错 会有说成绩 不够客观 似乎是比较困难的 OK 只是说 这还是 虽然要用Excel来完成 不然的话 没有Excel 说真的 很多事情 真的还蛮难做的 多重的话怎么判断 所以这里你会发现 如果插入这个逻辑的话 if 可是问题 Logitex 一个 True Force 只能合格不合格 那怎么办呢 其实你可以做的方法是 可以先从A开始判断 A剩下来就BCD 然后再判断BCD 先判断B再CD 所以怎么做 一样的动作 这个里面的成绩 假如是大于等于 刚刚是60 现在是80 当然我说True的话是A 反思的话就是BCD 可是问题一个格子 你不能放三个 所以怎么办 再判断 所以这边的话 特别注意 就是if里面还可以再放if 如果你要if里面放if的话 记得 游标放在这里之后的话 请你点选前面的这个下拉清单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要把 这一个再一次的if 潮状if放进来的话 点选前面 OK 不过我印象中 好像旧版一定要从前面 新版好像从这边再插入 好像也会成功 不过我习惯是从前面 保证不会错的方法 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再判断一次 所以游标放这里 然后再插入一个if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有没有 他就会在你的公式里面 再多一个if 再多一个判断 那我们判断的话呢 就是什么 把这个大于等于 再剩下就是 A已经去掉了 所以剩下B B的话呢 大于等到70 那就是B 那剩下来的话呢 还有C跟D 两个 所以两个的话 再一次 所以再点这边一下 if 然后呢 这个如果呢 大于等于剩下60 就C了 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 D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呢 如果我们会有 四个标准 那需要有三个if OK 移开 按确定 这样的话呢 向下填满 那结果呢 应该是OK的 看到没有 那只是说呢 如果你以后要做这种 比较多重的逻辑判断的话 当然了 你也可以从头打到尾 可是你要确定 你不会打错 OK 像这样一串 如果你可以 一次打对 那表示你真的功力够 不过跟各位讲 像我有留的时候 我习惯 用Google的试算表 那Google的试算表 就没有刚刚的功能 所以如果用Google试算表 你只能这样子 从头把这个公式 把这个公式 从头key到尾 不能出错 OK 所以你可以训练一下 待会用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方法 如果你做完之后呢 再用第二个方法 把这个散掉 重新再key过 如果你也可以 把它做出来的话 那基本上你不用e-sale 也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OK 所以这里的话呢 请各位试试看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试试看VBA了 那同样的事情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合格不合格在这边输入的话 VBA该怎么做 那不过这里的话 我们后面 基本上就慢慢就可能 不再特别做了嘛 输入公式啦 因为如果你要做VBA的话 很简单 for i 等于2到7 有没有 然后把这个公式丢到这边来 他一样可以做出这边一模一样的结果 只是说我觉得这个好像 之后再练习 这就等于是你们在额外练习吧 那我们慢慢要思考 如果我不要用输入公式 我希望全部用VBA来撰写的话 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然后先练习一下 那个Ethel里面的 一符逻辑判断 那它有一个一符 跟一个以上的一符 一符 我印象中 这边我们有用到了三个一符 好像是不是有一个规则是说 一符好像最多可以七成 之前好像有印象是有 可以七个一符 不过理论上一般很少人用到 那么多的一符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够用的 试一下这部分 再来就是 同样的这种逻辑判断 假如在VBA里面 我们该怎么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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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